Hello 大家好 我是冬哥 防飞冬哥 哎呀 上一期视频又被树哥平台给咔嚓了 真的是做自媒体太难了 真的好难 不过 也不能这么说 就是如果你说做了一些什么风花雪月 吃吃喝喝 或者是一些岁月静好啊 甚至于歌功颂德的 对吧 这些还是挺好做的 这些挺好做的 但是像我这种 有时候就会管不住自己的嘴 也会想要说一些自己心里话的这种就挺难的 真的挺难的 对吧 你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是会有很多顾虑 用词怎么委婉 怎么避开一些东西 如何含蓄 对吧 就甚至于就你可能有些时候你说的说着 哎不对 这个可能又会被插 那不行 或者就是有些 哎呀 你只能点那么一下 你就不能畅所欲缘 很痛苦的 其实真的蛮痛苦的 但我又有时候会憋不住 不太好 不太好 因为你做自媒体 你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到你的声音 你想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因为毕竟你忙活了一两个小时 从录制到剪接 对吧 还是挺辛苦的 所以如果你搞了半天 搞一个结果是被咔嚓的话 那心理肯定也不痛快 对吧 那如果你也不希望表达 或者是无所谓的话 那我还不如去找个树洞去说呢 对吧 我对着一口花花草草聊半天 也可以 所以不容易啊 好了 现在聊回正题啊 就是说 有人说我鼓动学生 其实这个是错误的 非常错误的 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就非常讨厌 让别人冲在前面 让别人去牺牲 这个是我非常厌恶的一个行为 就比如说有些人特别鼓动战争这个事儿 这个也同样是让我非常讨厌的 因为任何一场战争都会有人牺牲 都会有人不信 这每一个牺牲的人都是不信的 对吧 整个世界就是和平最好 对吧 为什么要有战争呢 但是有些人就整天了 我们一颗导弹过去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只要什么什么就搞定了 那谁去做这些事儿呢 对吧 不是也是得那些年轻的士兵们吗 那他们会不会牺牲 只要战争就会很牺牲 所以有些人就在那边 你可以看到网络上特别多的这种言论 对吧 打什么杀 很讨厌 非常讨厌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找 对吧 这就是一直以来我的观点 所以我也不会去活动学生 那既然我自己也是这么一个观点 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那我肯定对于这些年轻人 这些学生给予肯定嘛 我不可能去批凡他们 当然有些人会说 就是年轻人特别容易被利用 就很容易被某些事例利用 我觉得这个多虑了 我非常相信我们的大学生 我们的中国的年轻人 他们是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 他们是有自己想法的 我对他们是充满信心的 不要动不动就是什么 这个事例那个事例的在那边考 这样我觉得会让某些 有关部门很没面子啊 对不对 我们这么容易就被渗透了吗 对吧 我们那么容易就 今天被这个渗透 明天被那个渗透 那真的是有些部门 有关部门真的太没面子了 这不是打他们脸吗 对吧 大家也要对他们有信心 对吧 我们的有关部门是很有实力的 不会那么轻易的让这个事例 那个事例所渗透的 是不是 那退回来说 即使是有这些事例的存在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 反思一下 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能够让它成长呢 如果我们大家日子都过得很舒服 很好 对吧 就比如说 有人来 我每天小日子过得很舒服 有人来想要渗透我 那我只会说一个字 滚 对吧 任何人都是这样 对吧 那 那个事例是一颗邪恶的种子 那这个土壤 是不是适合它生长 如果 我们从来只是说 这是一颗邪恶的种子 落入了我们这个土壤 大家要小心 那 这个土壤本身 有没有问题呢 这个不谈 如果这个土壤 不适合这颗邪恶的种子 生长 它是不是也不可能 发芽 开花 结果 那我们与其 花很多金钱 很多精力 放在去 害怕这些种子的 那个情况下 为什么不把这些钱和精力 去改成这个土壤呢 让所有老百姓日子过得更好 是不是 好了 又扯开了 绕回了 说回了 就是当你表达完对孩子他们的那个认同以后 对吧 你让他们 至少你首先要对他们有认同 让他们觉得 他们不是孤单的 是他们的正确的想法 是有人认同的 那 你这时候要做的就是都回来 让他们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自己 对吧 我其实真的是不鼓励年轻人鼓励学生们去做一些过激的事情 因为每个孩子的背后都有自己的家庭 他们有父母 都有自己的父母 有自己的亲朋好友 对吧 如果你去做一些很过激的事情 你可能会对自己造成一些无法挽回的一些伤害 我一直觉得固然烟花很好看 很绚烂 但是它持续的时间太短转了 还不如做一颗小小的火种 对吧 它的光量没有那么大 但是它能够永远的烧下去 可能做一点点点亮周围的人 可能它的点亮范围更大 好吧 那今天视频就不走这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关注点赞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放